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241期参考信息 去年初,倒奶杀牛成为热议话题 今年奶业形势依然严峻 3月30日,奶业发展形势分析 近2024年国家奶业工作推进会议上 指出两大挑战 奶源阶段性过剩和消费放缓 去年中国牛奶产量4197万吨 增长6.7%,创历史新高 但消费却下降1.6% 进口乳制品也减少12% 近日,澳亚集团,现代牧业,中国圣牧 原生态牧业,悠然牧业,赛科兴 6家奶牛养殖企业公布年报 全部增收不增利 4家出现上亿亏损 2018年,我国奶牛养殖业触底反弹 上行周期持续至2021年 2020-2022年的大型牧场建设浪潮 加速奶源过剩和奶家下行周期的到来 资料在奶牛养殖成本中占到70%到80% 近年来,玉米豆粕不断涨价 2021年,一公斤原料奶综合成本还在3元以内 2022年攀升到3.2-3.5元 之后再没下去 今年2月,奶业主产省的生鲜乳收购价为 每公斤3.63元 环比跌0.5%,同比跌10.4% 到3月,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的 生鲜乳均价是每公斤3.53元 比前一周下跌0.6%,同比下跌11.1% 中国人喝牛奶为什么少了? 一种解释是疫情期间学生奶渠道停滞 但如今疫情过去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从牛奶自身的性价比来看 在日本等国,牛奶和奶制品是相对廉价的动物蛋白质来源 经济低迷时期消费往往会增加 但我国有便宜且稳定的鸡蛋供应 以及庞大的豆制食品体系 按照国家标准,500毫升牛奶蛋白质含量约15克 而两个鸡蛋就有约14克蛋白质 一个鸡蛋的价格不到一盒250毫升纯牛奶的一半 而且鸡蛋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另一方面是牛奶和奶制品在中国饮食体系中的地位 哪怕已经养成了喝牛奶的习惯 也是把牛奶看成是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补剂 伊利猛牛两大巨头的渠道策略 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国独特的 以液态奶为主的消费结构 2022年占比77.4% 液态奶的消费大头又是高温杀菌 可以常温保存较长时间的纯牛奶 而不是巴士杀菌保质切较短需要低温储藏的鲜牛奶 奶酪作为乳糖不耐受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的接受度更低 2022年人均消费奶酪折合成原奶只有1公斤 占奶类消费的2.5% 而世界人均奶酪消费量折合原奶是近20公斤 这种消费结构也影响国内配套的冷链设施和乳制品加工能力发展 不但鲜奶奶酪等产品价格下不来 很多原奶也无法转化为更耐储存的奶制品 原奶企业和养殖户就更难以承受奶价的短期波动 不得不选择倒奶杀牛止损 另外国产牛奶还有一个信心问题 每到开学季各大社交平台上 家长对于学生奶的讨论和焦虑随处可见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鲜奶消费 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推荐量的22.6%到37.7% 学生奶在学生中的平均占比约17% 换个说法就是增长空间很大 这个周末你加班了吗 4月3日美国纽约大学学者韩文瑞发的论文显示 20多岁经历加班倒班工作 会让你到50岁时睡眠质量更差而且更容易抑郁 他追踪了美国庞大且完善的国民健康调研数据 源于1979年全国青年纵向调查项目 跟踪7000多人从22岁到50多岁的生命历程 这些人的工作时间表大概分为5类 一是躺平一族基本部工作 二是朝九晚五早上9点以后开始工作 晚上5点以前结束 三是晚上工作 下午2点左右上班半夜结束 四是夜间工作 晚上8点左右上班 第二天早上结束 五是可变工作 存在轮班倒班随教随到等情况 躺平一族占11% 26%的人是固定朝九晚五 35%大致朝九晚五 后三种统成为不规律的工作时间 基本上是20多岁左右朝九晚五 但到了30多岁转到时间不规律的工作上 这个群体到了50岁 睡眠时间会比一直朝九晚五的人显著减少 在所有人中睡眠质量最低 身心健康状况最差 抑郁风险最高 工作时间不稳定和社会地位低 学历低有关 少数族裔高中以下学历 贫困人群女性受到的伤害更深 研究也观察到一些族群的社会文化差异 比如黑人整体上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低于白人 负面影响可能还会代际传递 他下一步将研究父母不稳定工作 将如何影响子女的健康与发展 2021年 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显示 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 比每周35到40小时正常工作的人 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更高 2000年到2016年 全世界加班导致的缺险性心脏病死亡人数增加42% 死于中风的人增加19% 还有研究显示 工作时间不规律的人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 比一般人高出42% 最近到医院做按摩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运动 创建于1958年的北京按摩医院 最近成了年轻人心中的宝藏医院 2023年 18岁到14岁建党人群是 2020年的6.5倍 30岁左右的90后成为绝对主力 最初这家医院是在以加班著称的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圈内口口相传 现在扩圈到金融 互联网大厂 公务员等等 受年轻人增多的影响 连挂号都变难了 夜间门诊为刚下班的打工人 开放到晚上9点半 其中程序员又占了多数 选择到医院按摩 主要是便宜 专业 不用打针吃药 更有性价比 在南方如广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推拿科 开始增加周末的号员 我也要挂号去了 朝九晚五还能维持多久 4月10日 英国正式推出新的灵活工作法案 弹性工作制在全国范围实施 雇员入职时都有权利要求 弹性工作制 此前这项权利仅适用于 为雇主工作26周及以上的雇员 首先不要万文生意 觉得和我国灵活就业是一个意思 英国官方将弹性工作定义为 一种适合员工需求的工作方式 员工可向雇主提出的合法申请包括 1.工作时间 2.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时间 3.特定的工作时间 4.工作的地点 此前雇主可以拒绝任何灵活工作的申请 且无需解释 新规要求 雇主必须在两个月内回应申请 比此前的三个月时间有所提前 现在雇主也必须以合理的方式 处理相关的请求 例如评估申请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 讨论该申请的可能替代方案提供上诉程序 如果雇主没有以合理方式处理请求 雇员可将其上诉至就业法庭 当然如果有充分的理由 可以拒绝相关申请 弹性工作方式有多种 申请的时候要清楚阐述自己选的是哪一种 比如合作工作 两个人做一份工作 分担工作时间 远程和居家办公 在公司以外的任何地方工作 包括居家办公 混合工作 远程工作和到岗工作相结合 兼职 工作时间少于全职时间 通常是减少工作天数 压缩时间 满足全职工作时间 但工作天数较少 正常一天工作8小时 但可以选择一天工作10小时 一天工作6小时 弹性工作时间 员工可以在商定的限制内 选择何时开始和结束工作 但要在特定的核心时间内工作 例如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按年计算工时数 一些行业员工每年必须工作一定时长 但在工作时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 有时员工每周都会定期工作一些核心时间 在其余时间灵活工作 或在工作有额外需求时集中工作 错开时间 指一天内上下班时间和休息时间 与其他员工不同 分阶段退休 默认退休年龄已被逐步取消 老年员工可以选择何时退休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减少工作时间 并进行兼职工作 清规将为雇员提供更多的工作 与生活平衡的机会 特别是那些有特殊健康需求 家庭照料责任 或寻求其他生活方式的员工 英国特许人士与发展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 随着人口老龄化 以及因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无法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灵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并且已被证明可以支持更好的福祉 对个人和企业都有好处 同时疫情也加速人们对灵活办公的理解和需求 许多企业已做出积极应对 推出更加灵活的工作政策 近日多地福采呱呱乐 题材顶呱呱又断货了 有店家解释是因为过于火热 导致全国性缺货 急开票是限量的 供应收需求的影响较小 有店家说 门店急开票销量逐年递增 而且购买者多为年轻人 18岁到20多岁的年轻人 占到门店总客量的50%以上 除了把呱呱乐买断货 年轻人也可以试试 放弃工作去摆摊月入9万 最近浙江离水90后女孩 放弃工作去摆摊月入近9万上热搜 她以前的电商工作 属于朝九晚五类型的 显得很安逸 但是工资也就每月四五千元左右 由于不想安于现状 就出来摆摊卖卤味 现在每天的营业额有两三千元 顶端新闻质疑 当这样的事件再次登上热搜 网民的智商就又一次受到羞辱 很不幸 这类创业致富的新闻又是假新闻 这种伪励制的创业新闻 并不是所谓的正能量 也不能鼓动起百姓创业的热情 相反却让公众看到了 创业宣传的荒唐 并产生信任危机 当事人4月11日发的视频介绍 30岁未婚裸辞创业摆摊的第12天 也就是说3月31日开始摆摊 到4月12日满打满算才13天 哪里来的月入9万 新闻的原始出处指向离水再现 记事追踪发现 离水再现发布的是单独一条视频 发布日期是4月8日 标题是30岁姑娘从电商行业裸辞去摆摊 每天工作超12小时 日营业额两三千 累但很充实 并未出现月入9万的说法 到底是谁又在道听途说 搞了一个耸动性的标题 我也查了一圈 发现4月9日起 浙江广电集团荣媒体新闻中心的 中国蓝新闻转发时 就带上月入9万了 节目新闻也关注到这话题 称赞女孩勇于改变生活的同时 也指出这个月入近9万元 不是月赚9万元 是网络媒体根据每天的营业额 有两三千元推算出来的毛收入 除去各项成本之后 真正到手的利润肯定没有这么多 而且每天营业额有两三千 是指现在的情况 收入也会有波动 生意总有旺季和淡季 不会总赚这么多 别上头要客观理性看待 接下来看几个案子的后续 153期关注过的 代理农民工讨薪案 女律师高炳芳近日突然被逮捕 山东太阳一包工头 在被拖欠工程款之后 出于道义垫付农民工工资 而后聘请高炳芳以农民工名义讨薪 打赢官司的高炳芳 被控虚假诉讼 公诉机关认为 高炳芳和包工头捏造农民工工资 未得到清偿的事实 至法院做出多份错误判决 侵害司法公信力 56岁的高炳芳坚持自己无罪 自己事前不知情 两名包工头不懂法 因为害怕担责贡献自己 他一直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4月9日上午 当地法院联系高炳芳称 需要就其信访问题做个笔录 并约定次日上午会面 而在当天晚上 高炳芳就被逮捕了 该案的焦点 一是高炳芳事前是否清楚 包工头已经付清农民工的劳务费 二是按规定 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 严禁发放给包工头 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总包不得违反规定 将工程发包分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 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那么包工头是否属于垫付 是否只是借名起诉 以及是否构成犯罪 截至目前 该案已被两次延期审理 尚未宣判 162期关注过 广东陆丰七名村民举报以采市场 非法开采十几年 在当地政政府相关部门调解下 获补偿三十多万 后应涉嫌犯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被判刑 七名村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去年重审 三名村民被撤诉 另外四人敲诈勒索罪名成立 但可免于刑事处罚 今年3月25日 陆丰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 市检察院认为 本案证据不足 向法院撤回对四名村民的起诉 法院准予撤回 村民和律师团的坚持有了结果 七人均无罪 这类案子中 极少数能有全部无罪的结果 律师表示 希望这个案子成为裁判案例 以后当农村环境严重被毁 村民要钱不再犯法 具体可看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的报道 七个硬石头无罪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